通过一句我是你在柬埔寨的言 立刻让柬埔寨小六吸引到了关注 但是大家也知道 柬埔寨这种地方的经济发展有多落后 甚至有些城市连网络都没有覆盖 但小六却能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 又是做酒店管理又是做直播的 一会儿搞传媒成为月入上万的有钱人 一会儿又成了囤30万美金的洗发水 在直播间里哭穷卖惨的电商达人 种种行为都透露出各种可疑的信息 而且在小六是贫中露过脸的搭档 也有不少脸熟的面孔 给他理发的理发师 更被人怀疑是国内的一个通缉犯 难不成小六的这些视频 真就是一群骗子自导自演的诈骗套路 接下来又有一个海外网友爆料 说这个所谓的柬埔寨小六 其实真实身份就是亨利集团菠菜小组长 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往柬埔寨 为他们的集团提供新鲜血液 该网友的爆料迅速地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加上此前有官方认证的账号发布的一条 关于公开警示滞留缅甸北部人员的通告 其中一位名叫殷廷儒的女性 就与柬埔寨小六是分相像 一切都仿佛在预示着这个柬埔寨小六的真实身份